我們看看這題 它的質量是2公斤的物體 近之於水平地面上 現在的6牛頓 Evanes等於6 水平拉持物體 死息在2秒內 2秒內 這個移動4公尺 這物體與地面的動摩擦係數 μk是等於多少 這怎麼做 我們先把交度先算出來 s等於2分之1 at平方 at平方 2的平方 4跟4消掉 所以 a是等於2 交度是2 交度2 我們來看動摩擦力 f -mk 等於ma ma 2乘以2 f等於6 所以fk等於多少 nmk 乘以2 6-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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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 了 mk 乘以2 正向力多少? 正向力的話 這個g 應該是10 mg 乘以2 再乘以多少 乘以那個 因為正向力跟重力的2g 2x10 我們假設g 是等於10 10公尺的免秒 這樣的話 μk 就等於0.2 0.1 約掉 0.1 所以μk 2秒內行駛4公尺 2 mz μk的話 應該是等於0.1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選a 是等於0.1